他们说像迪迪热巴长得其实不像人家像自己 谢谢土雷老师 是有人说你长得像迪迪热巴 对 世面的朋友总说我长得像他 你是做过他的替身 对 有两部戏我是做他的这个文替 一个是《三生三》是《诊相书》前一段时间刚播过的 高中之后就考了这个上海虚拟学院 也没有 是我出来工作了几年之后 然后我想去演戏嘛 然后就进修了一下 怎么突然就想演戏了呢 我从小一直很喜欢演戏 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嘛 然后就先 我是先到剧组去做的别的工作岗位 做过演音助理 然后导演助理 还有场季这些我都做过 然后就是慢慢地转的做的这个演员 拍广告啊什么的 这些都有 那还是从剧组里面的一些杂事开始做起的 对 对 你在这个行业当中作为曾经一直在旁边 光看的工作人员 有看到过一些让你记忆犹新的事情吗 我都不说谁 但是有一个我就觉得挺吓人的 就一个女演员 就那时候也是做助理嘛 就会身边会有很多这种有名的艺人 但是有一个女演员让我记忆很深刻 就是她就是很严厉很严厉地就是骂了那个助理 怎么样怎么样 我破口大骂 这种情况常见吗 不常见 所以会让我 一般来说演员对助理都还挺客气的 对 都还蛮好的 对 只有那一次让我记忆比较深刻 那如果她对你这样 你会怎么办 因为要给她面子吧 也不会说现场的那场 会辞职吗 辞职 至少会把那部戏跟完吧 要不然她临时再找人也不好找 对 人还是挺靠谱 你今年是多大了 29 对 29级吗 会觉得生涯短吗 那我倒不会 我觉得我能站到这里或者是做这个 我就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那你今天来找什么 我们这又不招演员 我就是短视频 还有广告啊 这方面我看到好像 招短视频演员 对 还有广告 那倒是招的 对对对 你现在拍过短视频吗 就跟别人拍 有啊 有啊 你的出场费多少钱 大概两千左右以上都可以 两千左右以上 对 都是拍一些有人物关系的是吧 对对对 那都是我就是 因为人物也很少嘛 就演爸爸妈妈 或者是一些什么的 或者一些产品固定的就是那种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最少是三万起吧 一般来说现在在北京 你请一个普通的短视频的演员的话 低的有三四百的 高的的确有两三千的 都是按天来算 是的 是吧 嗯 我们这招演员还是招的比较少 待会还是要看一下他的表演功底 那当然要请我们的专业演员 曹熙来打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我天哪 你坐下吧 谁让你上来了 你好开心啊 你第二环节好不好 别Q他 陀老师 好 三万起 短视频演员 来 第一轮选择 曲霍雷 还有吴展的 天生温有才 好 接下来天生温有才就是表演了 嗯 对吧 那我们就请曹熙 再请贺东东 啊 来来 到台上来 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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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大致的剧情呢就是 嗯 曹熙作为男上司 在夸奖自己的女下属贺东东 嗯 而这位李海燕 是这个同样销售团队的组员 嗯 啊 他认为我的销售业绩也不差 那凭什么他是我的领导 是我的组长 嗯 而且老是夸奖他 却从来不提 嗯 对我的赞赏 嗯 明白吗 嗯 就是在会议室 地点 就是在会议室里 大致的这个节奏就是这样 这是很常见的智商当中的 好不好 来 开始 来 开始 哦 东东 呃 这次 乔总 对对对 这个 我觉得这次表现非常的棒 这个项目很好 很好很好 谢谢乔总给机会 爸爸 老板 我上个月月节很好 你看了吗 还有这个月月节 也不比这个姐姐差的 哦 我还没说到你呢 哦 我先天说到他好吗 好的 对 他确实也很努力的操作 嗯 对 我觉得努力归努力 但是要懂规矩 好吗 如果不懂规矩 那么 再有能力也没有用 因为 这个职场的游戏规则 比能力更重要 老板 我们这不是属于销售行业吗 对吧 我是不是懂得销售自己吗 我没有说姐姐做得不好 我就是告诉你我做得很好 对 不要刻意地去表现自己好吗 我先说说东东的这次的业绩 东东这次拿下了一个大客户 嗯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呢 坚守住了公司的底线 我觉得 马上要开这个员工的大会了 我觉得东东可以代表着 最优秀的公司员工 上台做一个运动的发言 老板 乔总教的好 我那个也学过主持人专业的 我这个台词也可以的 临场发挥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 我可以姐姐一起也可以的 对 多一个人也是为咱们公司争光嘛 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婆 嗯 没有 拜拜 那个乔总也许他特别想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呢 也是在您手下这么多年 您带得好 我才有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你没有管好自己的手下 你怎么当力的 这是乐极 老板我们 我们其实是评级的 你 对 老板我们是评级的 我不是他手下 所以我才会 才会这样说的 要不然我不会说乐极 跟老板您说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评级 你们是评级的 对 老板我们是评级的 所以想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也给我们部门争取一下 老板 你不能总是渴着这个姐姐 因为她长得漂亮嘛 那我们这些没有 就长得一般的也要机会 好 可以了 我觉得 来 你说一下 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跟你搭戏搭得怎么样 你的气场就是弱弱的 有一点点那种 想上位但是又上不了的 那种没有底气的感觉 来 吴胜你点评一下 我 你也演过戏的人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演过戏的 我起码比你专业啊 我跟你说 我是演过戏的 就是我首先一点 我说的话呢 其实她刚才一直让自己 进入了一个人物情境 她是在入戏的状态 包括不管镜头没有到了她 她一直在给自己 她是进入一个入戏的状态 但是呢 刚才这个过程中间 你身上是没戏的 你没有一个戏剧冲突 你也没有一个出彩的地方 你很平淡 我跟你说 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 你给我的感觉就好像 好像你能演得更好吃的 来 我比她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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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欢迎 欢迎 既然还有人上来挑战 那太好了 你回你的座位去 既然把自己捧得这么高 我们就看一看 大戏马上开始了 你们这间得改一下 这个就不是在职场里面 就很简单 就是你们两个闺蜜都喜欢她 都喜欢她 然后你装傻 你不知道谁喜欢自己 然后你们是三个人正好在咖啡厅里面一起聊天 但是你比较偏向于喜欢喝东东 此时你跟谁都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这里面的这个刺就更多了 来 开始吧 我给你点了一份那个奶茶啊 就是你比较喜欢喝的 其他的水果要不要吃一点 好啊 你做主 那个姐姐 最近她感冒了 不能喝那种 是吗 你感冒了 不能喝凉的东西 她那个昨天跟我打电话 她说的 她感冒了 她没有跟你说吗 这个我 对 她不能吃 她不能喝那个凉的 那就换一个吧 我再去给你换一个 对 那个蛋糕可能也不能太吃 那个甜的不太好 对 喝点 喝水啊 我刚刚叫了一杯热水 对 那服员还没上来吗 这好卖啊 还好 这个蛋糕正好是我喜欢吃的 对对对 对 姐姐你喜欢吃蛋糕对吗 你等着呢 我们都喜欢吃的一款蛋糕啊 他们家这款蛋糕升级了 那你不要吃了啊 我自己先吃了 我还叫了一个那个果盘 可以吃水果 水果的那个补充味生素 你们俩喜欢的是一个白痴 哪个台丝都该有什么事 你懵了 然后就没有放了自己是谁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是 你看一下嘛 吴师 这是上次啊 我们一起聚会的那个人 你看他 搞不搞笑 他居然在朋友圈 晒这种东西 其实 什么样搞笑 其实东东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 我们很有过去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很奇怪有没有 不是 我东东我想跟你说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两个比较 要不就你们两个聊 要不就我们两个聊 能不能不要在我跟他讲话的 没有啊 不是啊 是这样的 东东我一直想跟你说 要表达了 我是谁 我在哪里 不是啊 东东 你 怎么了 麻烦你可以让我和他 好好的说句话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 不是你打电话叫我过来吗 我今天叫你过来 我是想你做一个见证 我有话想说 但是我想清楚的 不是对你说 你明白我意思 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喜欢你 你这样很伤害我的 你知道我喜欢 我们是朋友 那你不知道我喜欢你吗 你知道我喜欢你 然后打电话过来 让我见证你们的爱情吗 可是我我觉得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今天希望 我们不是朋友 你没把我当朋友 如果你把我当朋友 你就不会这样伤害我 我不难受吗 我要告诉你 是不一样的玩意 是不一样的 想你了 给我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我再对你说 这样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今天的这个机会 不适于表达 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然后你要跟我表白之后 把他打电话叫出来 我以为你们是 所以我以为他今天会祝福我们 所以我就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告诉我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好闺蜜 你喜欢他是吗 为什么你一直跟我说 你不喜欢他 因为你喜欢他 所以那你现在 当着他的面 又说你喜欢他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骗我是吗 因为你喜欢他 我不想伤害你 你忘了你来北京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是我接待的你 所以呢你让我报答你什么 把我喜欢的人让给你吗 可以让给你啊 拿去好了 如果他喜欢你 他是你的 首先他不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拿来拿去的 他有自己的选择 我是谁 所以你想跟我说什么 让我报答你什么 我感谢你来北京的时候 我没有地方住你收留我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都是好朋友 我想跟你说一点 也许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我想告诉你 是 我觉得你很好 但是我真的是把你当一个好朋友 你干嘛呢 还不回家 老孩子不管了 我觉得 渣男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自己点评自己 我觉得我跟陈希比起来 我还是有戏剧中 潮戏 潮戏 台词都念不对 名字都念不对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演员 我觉得我跟潮戏比较起来 我刚才还是有戏剧冲突的 你没有戏剧冲突 你就是一个棍子 两个女人在生一个棍子 最出彩的是猪涛 我说一下海燕吧 海燕还是有戏的 他那个就是他在 就是能感觉得到 他的生活阅力不是那么的充分 还在演戏的时候 对生活原本场景的还原和情景 可能我觉得把握的 不是那么的到位 比如说对一些 这个戏剧冲突的内容的加料啊 对一些实质性的 这个环节的这个挑起 这个波澜没有 但是呢 眼神当中是有故事的 上戏比较快 眼神刚才是有泪的 反正我请来上来的 都是留灯的 都有可能聘请你的 所以我让他们上来感受一下 会不会请你做他们的 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的女主角 嗯 好吧 我让他们感受一下 待会他们会表态 好的 谢谢你们俩 好 反正你演的也就那样 就就就就 他就 整个 好吧 最后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除了这个 当短视频的演员之外 你有没有其他的才能 比如说剪辑 策划 写剧本 写文案 我有接触过剪辑 策划和其他的 我没有接触过 就是你现在做自由演员 嗯 能够一场 一天吧 有两千块钱左右的收入 对 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 到一家公司 继续做一个 你现在就可以做的事 这是什么原因 怎么说 因为我喜欢那种 每天固定去一个地方 然后见到的人 都是一样的 像我拍广告 每天见到人也不知道 然后第二天去哪里 也不知道 就这样的 嗯 那我能理解为 你说的每天两千块钱 嗯 其实在这一个月当中 嗯 接不了几个这样的活 并不固定 嗯 它让你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有一方面是这个原因 对 所以但其实你的 过去的 每个月的平均收入 大概是多少钱 嗯 大概也在三万左右 因为有的时候 它不止两千 有的时候又高一点 嗯 嗯 对 没有 我是在关注 它的表演的方面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我们去做一个 孩子的教育的 这种群众的 这些演员的话 差不多一天 再一千到一千五了 嗯 所以我在关心 你的三万块钱 你会调吗 嗯 调低 不会了 因为我现在接的 也都差不多 是您说的这个 家伟 对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要不要的话呢 比方说考虑 如果底薪低一点 但是给你打一个账号 嗯 比如专门的团队 围绕你拍一个 长根的这样的 一个短视频的剧情 嗯 这样子的机会 你考不考虑 把你捧成网络达人 我明白 那这个号是公司的 还是我个人的 应该 这个号肯定是公司的呀 对啊 这个号是公司的 他付公司给你啊 然后将来 你这个变现 跟他分成啊 对啊 咱们会有一个 那个分成协议嘛 那一人合约走嘛 明白吧 现在好多这样子嘛 对啊 那这个底薪 我报的是最低的底薪了 对 他现在就是三万不能少 刚刚听了你跟吴胜的对接 你的三万是不能少的 那我真的觉得 你不适合来公司的 嗯 坦白一点说 我跟你说一下 我的真实想法 嗯 因为我们孵化一个 IP的目的就是带货 直播带货 它不一定有很高的颜值 它只要是一个好的销售 足够努力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有获取 流量的手段 那很显然 不会给他三万的底薪 作为一个销售去看 嗯 那么如果我们要找 一个远源的话 我们也不一定 非要找一个固定的 给他三万底薪 放在那里 对吗 那如果是说 我是长期做短剧 那我做短剧之后 我孵化这个IP 我是要变现的 嗯 我如何去变现 接广告 那广告一个月三万 我半年 我在你身上的投资 就你一个人 叫十八万 那加上整个剧组 栏目组 拍摄剪辑制作 我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接要多少个广告 才能把我整个的 投入产出笔拿回来 所以我们这些企业 大家投入是要产出的 嗯 所以你刚才 就是我回到 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问题 你是一个特别喜欢 热爱表演的姑娘 我觉得你应该坚持 做好你的表演 没有必要非得进公司 找一个安全感 那我特别同意 东东说的那句话 但是就是 一点就是因为 我们费电视频 现在有很多的商业的单子 找我们来定制 一些短视频内容 就是虽然我给你灭灯了 但是下来之后 你真的可以来找我 因为我们确实 有很多很多那种散单子 就比方说 我们要拍一个东西 摄影摄像 剪辑团团团 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就需要演员 所以我们下来 真的是可以有一些合作 好